喂,聽到我的聲音嗎? 聽到嗎? OK,好啊 我很開心見到 Grace在我們中間有位新朋友 叫Grace在哪裡 歡迎你 應該是Pakki的朋友 歡迎你 歡迎你 好啊,我很想 今天可能我會很長氣 不如我講到 好嗎? 其實剛剛 這個星期 其實過去二十幾天 我在做一個禁食 一個吃素的禁食 因為 我自己心裏有一個很強的領袖 就是 接下來 新的年份開始 我時時提醒我自己 主要做事 我很怕我配合不到它 所以 但是我又知道 我滿腦子 其實很喜歡很多壞習慣 很多 非吃肉不可 我覺得 非享受不可 非去玩不可 有時候人又不專心 所以 我求神給我的心 我二十一天裡 都只是吃素 我想告訴你 剛剛這個禮拜 我去了 有時候不行 OK 這個禮拜 我去了 柬埔寨 探宣教士 我已經知道自己 很大的問題 因為 在香港也好些 老婆會看著自己 出去柬埔寨 老婆不在身邊 頂姊妹你又不在身邊 我已經告訴你 孫教士 我這星期來探望你 不過我吃素的 他一看見我的身形 沒辦法說服別人 我吃素的 哪些像呢 小婚這些有點遲 但是 去到 我告訴他們我不吃 所以他們說是很好的 每一天 帶我去那些 沒有引誘的地方吃東西 我覺得對我來說 很好的祝福 問題來了 去到最後一天 我回機場 有點累 我去了餐廳裡 去到餐廳裡 去到餐廳 因為是一個休息室 去到餐廳的時候 一進去 見到 有 好萌 知道什麼飯嗎 海南雞飯 很大人油 當你二十日 十九日沒有吃過肉 任何肉在你面前 都變得最好吃 而且呢 海南雞飯 你喜歡吃海南雞飯 有沒有人喜歡吃雞 你們很誠實 我當時心裡 真的很大的掙扎 走過去那張桌子兩次 走過去 跟自己說 劉家寶都不在身邊 吃了 我拆牙就可以了 沒有人會發覺的 但裡面有掙扎 所以就覺得 都是不吃了 我是一個偉大的牧師 我不會吃海南雞飯 然後又走過去 其實都做了十九天 其實都做了十九天 如果計工校 都十九天 定兄姐妹 有誰做過十九天 沒有 我心裡想 十九天都比很多人厲害 所以 又走過去 很想吃 我不知不知道 我當時想起 強哥的樣子 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你 你 好 所以我走 只是拿了一碗 齋米吃 然後我坐回座 然後裡面又來了 第三次呼喚我 我決定走過去 補了薑蓉 吃 嘩 薑蓉入口後 哇 弱到病除 真的沒有吃過其他東西 只是吃了當時的海南雞飯裡的薑蓉 就已經很滿足了 我想問你 其實想跟你分享 是 為何牧師會這樣 你有想過嗎 喂 這麼吃也是你自己答應上帝 但裡面有很多很多這種掙扎 在心裡 我想告訴你 其實我們每個人 心裡都有同樣的掙扎 很多時候 當你說我答應了自己一些什麼的事 當你答應了你的配偶一件事 或者答應了你的祖像 或者你有很多事情說過 我很想這樣 不過原來 我的腦 我們的腦 整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引誘挑戰 很多時候我們就在那裡 膝蓋倒 麻煩你 你叫我按 就麻煩你幫我按 好嗎 OK 我一起讀一讀這句 不是聖經 不過他告訴我們 為何我們裡面會這樣 好嗎 好 六世紀有位的教皇 將我們裡面的罪分成七樣東西 他說一切的人 所犯的罪都分成七類 請你講一講 一起跟我讀出來 預備 一二三 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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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姨妹這七樣東西 其實整天都在我們的腦裡 我們做一個調查 好嗎 我知道鄧姨妹都不喜歡舉手 不過一來到講 我有什麼軟弱的時候 我知道我們 網人堂有一個很好的傳統 就是 我們不怕認自己的生命有問題 對不對 好 所以請問中間有驕傲的人 中間沒有驕傲的人請舉手 你沒有叫我 好 感謝主 沒有說謊 OK 誰沒有憤怒在心裡請舉手 我信用才 真的 誰心裡沒有妒忌人的 好 這個厲害了 只叫弟兄 弟兄 弟兄們 誰心裡沒有想邪惡的請舉手 沒有想邪惡的請舉手 沒有想邪惡的請舉手 我們這樣是不夠的 弟兄們 我們有時真的要努力 認證 弟兄們 有誰覺得自己情慾上面都有問題 需要主幫助的請舉手 那你可能有些否認證 就算你結了婚 我告訴你 我結了婚 我一樣有時候都面對同一樣的引誘挑戰 對不對 所以 不雖然我講很多例子 不過 我想我們都要誠實面對 可能你太太在你旁邊 不好意思舉手 你舉完手之後 他又跑去問你 你今天舉手 我說你在想什麼 我知道你一定是這樣想的 所以你不敢舉手 對不對 弟兄姐妹 有誰有貪食的問題請舉手 感謝主 我告訴你 我們的城市 我們的世界 告訴你 貪食沒有問題 對不對 不過我真的覺得 開始越來越深的感受 貪食 就是我們那種不能不食 那種是一種很大的罪 就是它是引誘著你 牽引著著你 貪食背後我們也很喜歡享受 讓你覺得我不享受 我就過不了日子 我越來越感受得很深的 就是 我們整個腦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人生 成不了那個牛肉 我覺得我很心痛 我人生成不了那個東西 我就會覺得很難 我見過很多朋友 弟兄姐妹 她身體有很多毛病 那些濕疹 總之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我就跟她說 喂 阿熊你也有什麼問題 不如你不要吃 不要吃肉 我告訴你 二十一天裡面 我的掃食完了 我發覺一個很大的對自己的幫助 就是 過去 我這個位置 是經常都很癢的 盧威爾也知道 她給了一些很有效的藥 我 所以我就靠那支藥 一直吃著牛肉 一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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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效 不過問題是 這裡正在吃藥 這裡正在吃毒藥 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二十一天 我發覺一個很大的對我的幫助 就是 我二十一天裡面 完全沒有癢過 我可以 很清楚 我告訴你 香港最近 好像爽快一點 所以你沒有 我去柬埔寨 那四天裡面 又濕 又熱 如果你有皮膚的問題 你知道這些天氣是最差的 我帶了藥去 我打算要用 但我那四天裡面 完全沒有用過 我自己也覺得很奇妙 但我後來想 原來我沒有 那二十一天裡面 沒有吃肉 所以皮膚有一個很大的改善 但我告訴你 我跟一個同工分享 我說 你有很嚴重的皮膚問題 他說 他自己跟自己的零宣過 我不吃肉不行 但我 我想你和我都說了類似的說話 我去外面有時旅行 我第一時間 我跟所有同工說 我是吃肉獸來的 意思是什麼 我不吃肉不飽 其實我們正在奏造自己 所以 鼎姐妹 要好好面對這個問題 我記得有一次 Chris跟我說 她跟我分享一件事 她知道今年 神要讓她休息 對她來說 她過去的休息是什麼 鼎姐妹你的休息是什麼 去旅行 搭車又搭船 我們很多人心裡都在想 休息就等於去旅行 所以很多人去完旅行之後 回到你還是 更累 比不去旅行 然後你日日要趕上班 你知道我們去到很盡 晚上十二點 一點鐘 剛好聰明 第二天早上 自己八點鐘 回到公司開會 其實 裡面有一個靈在告訴我 我的休息就是我要享受 不過Chris 他告訴我 神提醒他 你的休息 真正的休息在主的面前 主要讓你看些什麼 你願意去看 你的靈才會真正得到休息 所以弟姐妹 我們也有這個問題 有沒有懶惰的問題 感謝神 我們一起承認 如果我們真的覺得 我們有這個問題 不如這樣 好嗎 我很想在這個時候 在主面前 才認認 好嗎 因為有時覺得 我們仍然 哈哈哈哈 我有三心 哈哈哈哈 我有貪食 甚至我有情慾 我們有時真的對我們自己 很輕鬆 不如我們 如果神光照我們 不如我們現在先喝個祈禱 好嗎 我們將自己 祈禱你想到的 告訴主 主一定會歡恕我們 好嗎 我們一起祈禱 好嗎 我們請你開聲 為自己的問題 生命裡面的問題 靠主幫我們 你好 按你自己封聖的慈悲 按你自己在聖經裡面的應許 你說 我們凡是在你面前認罪的 你是公義的 是信實的 必要赦免我們一起所有的罪 主讓我們 能夠每一天都透過 那種在你面前的自省 在你面前的認罪 以使主讓我們更深的感受 是耶穌基督你自己為我釘十字架 以至我成為一個真正自由的人 多謝你 多謝你聽我們祈禱 奉耶穌的聖命 阿門 請師妹,我想和你們分享的是 我今天很想告訴你們 我們再不是打開一種外面的仗 即是說 我再做好一點 我要對人再好一點 而是 我們越來越發覺 我裡面有問題的話 如果我裡面沒有修好的話 我裡面的問題沒有好好面對 裡面的問題 如果耶穌不在那裡的話 你在外面 無論做多少事情 都是一個殼 所以今天我們很想和我們一起面對的是 我裡面的問題 所以當有些神提醒我們一些外在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說 我們露餡的問題 知不知道叫露餡 你有看美國的總統選舉就知道 有些事他私底下做了 以為沒有人知道 怎知道 露了出來 等於有時候人生 如果主掌上來 讓你一些事情 你看到 原來我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恭喜你 因為 主不是想羞辱你 主不是想在眾人面前 告訴你 你就是這麼有問題 主是透過很多很多的事情 告訴你 喂 我很想讓你有更大的自由 我很想讓你的人生 能夠更加自由 為他做事情 所以一起讀這段聖經 好嗎 剛才不得後書第三章 三次五節 我請你和我一起讀 預備 一二三 要什麼 就是 趙倉蔡 這段聖經告訴我 他會議論我們今天打仗 不是那種血氣 在靠外面的顏料 正在靠我做好行为的仗 他说,我们今天在打仗 是要在神的面前知取力量 我们可以攻破一些刑类 圣经说,刑类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未打过仗,不知道什么是刑类 不过有机会你去那些 如果我们用刁堡 打仗的时候,士兵会躲在下面 继续向你射枪的地方 那些是刑类 按着圣经的话 我们在心思意念里面 有一些的刑类 就是刚才我和大家一起看的 我里面有一些贪心的刑类 我里面有一些贪欲的刑类 我里面可能有一些很喜欢吃东西的刑类 这些全部是一个对你的人生很大的影响 有时有些事情你想去做 你发觉骄傲的灵就出来了 你明明回到小组里面 你很想和大家好好一起同行 但是你里面有一些很大的骄傲 看到阿鸿今天做的事可能稍微不相信你的心意 你整场 哎呀,这个小组不好的 是吗? 顶之妹,很小的东西 好像一粒小组图住你 你就在那里会发烤的 会慢慢就影响了你很多很多的东西 顶之妹,实际我们看到那七个不同的罪 那些我们的前辈告诉我们的 其实它是一直一直在我们心里面 在我们思想里面 就像一个刑女那样霸了我们的地方 顶之妹 我不知道今早早你听我说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哎呀,很累 很晚睡呢? 顶之妹,我告诉你 不是牧师不够精彩 可能是昨晚你很晚睡 会不会啊? 你可能昨晚很晚睡是因为 你有很多其他的习惯你改不了 对不对? 你打电视机,你很想圆埋它 看电视剧,你很想圆埋它 那个是你的刑女 那个刑女影响到今早早 你连当神的说话要在你面前释放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 娇和可不可以令你今早早都 又看他说什么 是不是?顶之妹,我想告诉你 很小的东西其实一直在影响着我们 所以圣经说 这些的刑女 我们要攻破它 是因为这些刑女会怎样? 它阻止我们去认识神 这些刑女会怎样? 阻止我们成为那些最高的事 最高的事其实是原文的圣经里 告诉我们听 是一些特别大 特别高的刑女 原来圣经说有些刑女小小的 我们很容易就会过去 有些刑女在你的心里面 真是很厉害的 你去到哪里 它会阻止你和神的关系 有更加大的相处 有些事甚至会影响我们与人的相处 互相处 但是圣经教我们 我们要好好面对 这些在我们思想上的形类 我想告诉你圣经的说话 他说 我们要留心 圣经教我们 一生的果效 在哪里来 由心发出 这个心其实是说这里 不过其实 正直是说这里 他说我一生 所有的事 原来都跟我的思想 有关的 我怎样思考 怎样思考 是由很多不同的经验 而成的 所以保罗说 我要拿回这些回来 我认识 他用打仗的字眼 他说如果我人生 我真的要做好 做好我的本分 我人生如果我真正要成功的话 保罗说 我要拿走那些 撒旦 在我心里面 在我思考里面 那些的形类 以致我能够什么 我能够信服在耶稣面前 信服就有福气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发觉 形类 我们里面有很多思考的想法 阻碍我们 不能够在神面前 有更大的信服 以是 我们根本神的福气 在我面前 我们都拿不到 阻影姐妹 阻影姐妹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我接下来讲的想法 是你有什么时间 你都会这样想的 有些人说 嘿 我人很实际的 当我可能挑战他 可能阻影姐妹 你的小组组长 挑战你 嘿 你可能叫你 你去短孙 我个人比较实际的 这些 只是去几天 因为我没有帮助的 可能你会拒绝了 有些时间 你可能会说 我个人比较负面 有没有人这么说 有没有人喜欢说过这些说话 我个人很负面 那你为自己做什么 你自己为你自己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想法 在这儿开路 有些人会说 我个人比较悲观的 他其实在这儿一路就做自己的时候 同一时间为他所有悲观的想法 开一条大路给他 以后我跟所有人相处 你们全部 进来小组 你们全部不要提我 我个人比较悲观的 你不要踩我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些弟兄姐妹 有些弟兄姐妹说 我个人呢 其实个人对人都很好 不过我只是说话比较讽刺人 我喜欢刺人 其实我里面很好 其实你知不知道 你放了很多很多的盈旅 与人建立不了关系 而你又宣告 说宣告的意思就是 你在这儿大声告诉自己听 告诉世界所有人听 我讽刺你 其实我不是故意讽刺阿雄的 不过我生下来就被讽刺长大 所以我说话讽刺你 你痛不关我事 但是问题是 当我负面 当我悲观 当我说自己 很喜欢讽刺人 或者我经常说我个人很实际 其实你一说实际 你知道什么吗 说实际就是 你只是在想你的肉身 你忘了你有 你的心 忘了你有灵在这里 你将你自己的限制在一个世界的环境里面 所以当你不断地说 这些是你生命里面的形类 所以圣经有时是这样形容我们的 我们的心 如果只是说这些说话 就是我是这样我是这样的时候 你的心就硬了 等着你会摸摸自己的心 有没有硬度 有没有硬度 觉得有硬的请举手 但这件事你要看一身 如果你害怕 我会说你宿灵的心 宿灵的心很硬 什么说话都进不来 就是说 神的说话 几大声告诉你 你也有你自己的想法 这么硬呢 有什么办法呢 你只会 我有时候 我真的很欣赏我的组长 我的组长 看到小芬生的心很硬 不停地跟他说 你要改 但通常都是什么 都是改不了的 所以 圣经里面有说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等着我们一起读 圣经教我们 如何食心 换身心 好吗 开始 一起读 好吗 预备 一二三 将身灵放在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 随掉食心 事给你们肉心 我的律例 准守遵行 我的奠章 以世杰书三章 二十五至二十七节 圣经里面 其实这段圣经是说 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听 以色列人 他们的人生 就是不停地 远离上帝 对着上帝 所说的说话 好石心 听不入 进不去 但是神说什么 其实在这段圣经之前 他就呼吁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你们要回转 你要认罪悔改 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我说的是诚心认罪的时候 神就答应 他要用清水 灑在你身上 说清水 我们知道今天 就是说神的洗礼 洗礼是什么 洗礼不是一个仪式 洗礼是一个 我们透过水 进入耶稣基督的死亡里面 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要做什么 神就要来结证我们 我们知道今天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大的 他用他的补血洗干净我们 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 神就答应我们 就要拿走我们的石心 换上一个什么 一个深心 所以我时时都在这段日子提醒大家 我们进入如节之前 进入住凡节之前 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长的时间 有好的认罪的时间 甚至我想提醒两位姊妹 认罪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操练 因为我们有时信了耶稣久 我们觉得自己开始没问题 特别有时候 如果我们喜欢用比较的心 我信了十年耶稣 我见到 假设 我随便说 我见到 Macchi刚刚信耶稣 我看见他那些东西 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给他好几多 我给他背多几多词圣经 我给他背多三词这么多 你明白我们喜欢比较的时候 回到教会 有时候在小组里面 你就容易觉得 我没有问题 那个没有问题是因为你比较 我们也不会用自己和伟大的宿命的比较 所以 弟姐妹 当我们习惯了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我没有问题 弟姐妹 没有问题是最大问题的心灵 所以我今天很想提醒你 你要把握时间 你要在生命里面 多些操练 要认罪的时间 跟家人相处 我将来觉得很多时间 很多时间你真的需要认罪 跟同事相处 很多时间你需要认罪 有时候我就算在办公室 有时候我都要惨白成英 有时候一天里面 很多很多的工作 第一时间 凝着我以来的就是Emily 所以她是很惨的 全世界都觉得牧师很好 但是她因为受了我很多事情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我这个做牧者的 真的不容易 你知不知道 你明白吗 怎能够不认罪 怎能够不在神面前 求神光照我们 我想这样再三强调 认罪 不是神要你羞辱我们 而是当你承认自己有问题 你才可以什么 可以依靠上帝 你承认自己有问题 你才去找人帮助 应该我们再说这个问题 好吗 再来 好 所以弟兄姐妹再读多 诗篇五十一篇 第十节 好吗 预备一二三 诗篇五十一篇 同样 弟兄姐妹 这个圣经的背景 是告诉她 当时大卫犯了奸淫罪 在当时的世界里面 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严重的事 但是 就算如此 圣经里面 大卫只是求一件事 神啊 我求你为我做一个清洁心 使我里面 有重新有正式的灵 当她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 所以弟兄姐妹 好吗 我们花时间 在神面前好好学好这个功课 我知道 我们的生活 有时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生活里面 有些时间 可能一早上班 你还没上班 你起床那一刻 开始 唉 我的老板 真是老板很小 因为他不懂思考的 你明白吗 他最近 工作也不懂做 人工也比我多 他就是这样的 所有老板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 除了Emily的老板 不是这样之外 所有老板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 所以 弟兄姐妹 当你带着这些照片 然后你开始再想 唉 我真的觉得他很差 又挑剔我这样 又挑剔我那样 不过如果不是我要公楼 我不是要为我三四个法国龙 我用不着做奴隶 是吗 弟兄姐妹 如果你带着这个心 你还没上班 擦牙 你已经想着 我回到公司做奴隶 那你还没回到公司 你已经变成了什么 已经带着奴隶的心 进公司 是不是 进到公司 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 一进去 看到你老板那天 没有用直接的眼神看你 你第一时间就会想什么 我都说 我都说 他根本在眼里没有我 他明明看到我 不过他今早没有跟我打招呼 我也不想理他 这些就是老板 是不是 你再来一次 你就会更加觉得难受 如果你那天见的客 再说两句难听的话 叫你 这个黑色的图 可不可以再黑一点 这个白色的地方 可不可以再白一点 你心里面就想 我想杀了他 不过我是奴隶 所以我没有办法不回应他 那你那一天 整天 就在奴隶里面过 是不是 但如果我们 其实根本 那一早没有任何事发生过 你的子女照样起床 老婆照样地看着你 不过因为你里面 想了那么多事情的时候 你就觉得 整天都是很差的 回到小组 如果你的组长 看不到你眉头心所 还鼓励你去短孙 鼓励出去服侍 你就觉得全世界都不明白你了 但其实 坦白说 没有事发生过 你开始的时候 你在拆牙的时候 你想起你老板 又觉得他很坏 所以你整天就被你老板 这个想象 毁坏了 所以我们的思考 一生的果效 由心发出 有时我们一天的果效 就已经很体会到 圣经的说话影响我们 告诉我 很真实 如果我这么想 我就继续过这样的生活 对圣经的说话提醒我们的很重要 所以今天 我想跟你一起分享 有几样的事情 要教你 那个不容易受伤的人 我在挪威 有一次我去走一个很高的山 走了四个小时 走完之后 我第一次跟梁牧师去 梁牧师是一个很运动的人 梁牧师回来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很害怕 走完四个小时 脚已经有点酸 我说我很害怕 他说怕什么 我说我很害怕抽筋 你知道有没有抽筋的习惯 经常有什么 请举手 感谢主 原来我不是一个唯一 世界上会抽筋的人 我说很害怕 接着他教我 做很多伸展的运动 你知道牧师 是从来都不做运动的 所以他教我 他叫我躺在地上 不知怎样按住我 我痛到不得了 接着他教我一些很简单 我知道大家都会做 我捂着个墙 接着 人有我后面的小腿痛到我不得了 不过 一分钟之后 换了一分钟 我告诉你 我从那次开始 大概五月份 到今天 我经常都做 咦? 我的抽筋的问题 是完全没有发生过 我试过一次 差点抽筋的时候 我醒了 很厉害 我想告诉你 如果我的身体 要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 我们都要拉筋 对不对? 有没有人有拉筋的习惯? 你不要相信那些什么 拉长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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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会长一岁 对不对? 不抽筋得很好 所以拉筋很重要 但是 今天 RaymondCF教你 做一个 不容易受伤的基督徒 好吗? 我们的潜质是需要粗献的 包括肉身和熟灵的身体 当我们 董姐妹 如果你愿意 在那个熟灵的粗献里面 比如刚才我跟你说 多些粗献自己有认罪的时候 你就发觉 回到公司 一早起床 一想起你老板 我老板 其实他真的生命有些问题 我现在就为他祈祷 我要现在就祝福他 如果他是基督徒 我更加要祝福他 他跟我一起在公司里面同心 回到公司 看到那个老板游望你的时候 我说 主要他今次的眼睛应该有些问题 祝福他的眼睛快点痊愈 再回去 再见到其他同事 你就会想 主要祝福我 能够成为那个传福音的人 带着整间公司 做一个很大的宿命的改变 董姐妹 是你思考方法 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宿命的粗献的话 我告诉你 整个人会不同 因为 我现在说的不是教你 那些什么心理大师的方法 你自己想你自己很英俊 很英俊 很英俊 然后你这么大眼 又是那个人 我现在要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是因为 其实当你信耶稣那一刻 当你信耶稣那一刻 当你信耶稣那一刻 其实你的生命已经改变 问题是 我们很多人 没有让自己持续 去相信这个改变 在你的生命里面 没有相信神已经给了一个新的心 你正在用旧的方法 你正在做旧的事 其实你的宿命可以有更大的延伸 你就会发觉 好像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分享 以前我不懂得祈祷 当他被人逼着逼着 他就开始懂得祈祷 以前我可能不喜欢读圣经 有些组长 每天都送给你 你开始肯去看 原来我明白神的说话 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说 我看过圣经 我看过几次 都是不明白的 但我肯定这句说过几次 只是一两篇圣经 你看过一次 不停地立下 你期望自己是这样的 明白的 你姐妹 神的说话 是你要花时间 坐下 坐定定 你才有淺情 你一坐下 真的很认真 我听过有些弟兄姐妹跟我分享 他真的认真地坐下来 我把一篇圣经 读完一次 再读一次 读两三次之后 他就会明白了 所以其实你要操练的 没有东西是马上有的 虽然在香港告诉你 我什么东西都马上游 打个电话上去网站 按两个按钮 我都游 不过我很想告诉你 其实 我们的属灵生命 没有办法马上游 虽然我们很想 但这个不是这样 要操练出来 所以现在 我们要操练我们属灵的什么 那些什么 第一 有几件事很想和你们分享 很想和我们一起 让耶稣基督能够住在我们思想的家里 好吗 我们一起读第一段圣经 药汉福音第一章 四字十八 药汉一书四章十八字 一起读我一二三 爱女人是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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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巨怕女人是巨怕 巨怕的人是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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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读四章十八字 圣经里面这些说话 有些人会说 我不明白 什么 爱女人是巨怕 爱寥完全会除了巨怕 其實這個聖經可以解釋 愛是誰 愛不是說人與人中間的愛 我和鄭先生都叫做朋友、老友 不過我告訴你 我們人與人中間的愛都很有限制 我有英俊,他沒有那麼英俊 所以他一定會妒忌我 所以恩愛在這個地步其實有限制 所以這裡說的不是人的愛 說的是耶穌基督 說的是神 這個聖經裡面其實告訴你 如果你在神裡面就沒有懼怕 你要活在神裡面 你在神裡面被祂時時包容 包圍住 因為祂的愛是完全的愛 祂的愛當你融在裡面的時候 你的懼怕、你的貪婪、你自己驕傲 你越臨在裡面的時候 那些東西就會脫掉 所以如果你今天發覺 其實我們說的七個問題 你仍然都有的話 正正告訴你很重要的事就是 其實 我還未將自己完全融在耶穌基督裡面 那怎樣能夠融在耶穌基督裡面 我記得我以前在大埔服侍的時候 我很喜歡坐那個叫什麼 那些小巴 亡名小巴 我很記得當時 有一首歌 我唱巴 一上小巴 這個印象我永遠都記得 就是一上小巴 一連博首一首歌 那首歌叫做 然後我說 來來來來來沉夢 我心裡就覺得 一路上去 我知道一程的小巴 我回到開童工會 我都看著我的獎勞 當時我的獎勞 我看著她的樣子 我就會唱著那首歌 他會說 來來來來沉夢 我真的很害怕 但是頂子妹 你知道我們的心是這樣的 我們的心思嫌 被所有的東西 其他東西包圍著 卻沒有被耶穌基督包圍著 所以你要將自己浸在裡面 所以第一 我要鼓勵頂子妹 你要大量地吸收神的說話 我說的大量是 甚至乎你要頂子妹 每天花15分鐘 你就用你的口 讀聖經的說話出來 給自己聽 當你口讀 耳聽 你讀了幾次? 兩次 當你讀 很多時候 頂子妹我們有一個壞習慣 看神的說話 我們不出聲 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 很喜歡 祈禱有沒有人不出聲 很喜歡心裡討告 對不對 你知不知道你是誰做的? 告訴大家 你是上帝做的 那我就告訴你 上帝是怎樣做你的 上帝是用泥做你的 所以我應該是好泥 然後他吹一口氣 上帝做這個世界 是怎樣做的? 說話就可以了 是不是? 他做我們的時候 又吹一口氣 師妹 我們是不是神做的? 我們都領受著這個 這麼大的禮物 就是我們吹一口氣 不能夠有力 我們說的說話 都有力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神可以用言語 創造世界 為什麼你會想你的說話 沒有力 所以當你讀神的說話 讀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很重要 是和你的心 其實在這裡 這個心在宣告 在告訴他 你要聽著神的說話 所以 讀出來很重要 但是師妹 你知道 開口討告很重要嗎? 有時候我經常覺得 我們好像很尷尬 幾十歲的人尷尬什麼? 打個電話給上帝 有沒有人打電話給別人 你不說話 我現在用腦電波傳給他 接著收線嗎? 我們有時候都會收到你的電話 下次你問一下他 有時候收到你的電話 不說話 你問他 你是不是在傳給我? 我收到 OK 麻煩你 拜拜 那邊那個不說話的人 被你嚇怕 所以很誤會的 當然說 上帝是心靈 我告訴你不是的 是真真實實 他喜歡聽孩子的聲音 所以當你開口 你的生命會很不同 我就是有時候見到頂姊妹 經常都喜歡在心裡祷告 我不會的 就算有人在 我真的見到有趣 我就開口為祈禱 甚至乎 我有時候開小組 如果我有時候 我去大小組 我見到一個人不開心 我就不會在心裡面 為他祈禱 最非真的不方便 如果是頂姊妹 不如不要看聖經傳 我們為祈禱祈禱 因為我覺得這很重要 開聲討告很重要 好嗎? 所以可不可以和你隔壁說 我從今天開始 我開聲讀聖經 開聲討告 時間所限 你回去看歷代之下 二十章 一至三十字的經文 不過我很想告訴你 就是 當時候 聖經裡面 告訴我們 當時的 君王 他面對很大的侵襲 當時他都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 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這個皇帝說了的說話 第二 他承認自己沒有能力 要依靠神 好 請弟兄姐妹 你讀出來 預備 我不會忍耐 你得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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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忍耐 我不會忍耐 你得忍耐 我不會忍耐 我不會忍耐 你得忍耐 當時這個皇帝 他面對大軍 來攻擊他 但他心裡 他心裡 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過去不是一個不打仗的人 人生他打過很多個仗 不過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知道 每場仗都是新的 他不能夠靠自己 所以他當時就說 阿神啊 我覺得 我打不到這場仗 阿神啊 你來 你來 我眼目仰望在你面前 等姐妹 承認自己 沒有能力 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我們在我們的歡慶更新 我們在歡慶更新的小組裡 每一個星期開小組 一定會唸出來 一起唸出來 那邊說什麼呢? 很小的 OK 我每個星期都有十二條會唸的 不過頭兩條 很想和你一起唸出來 好嗎? 一二三 十三 我已經承認別人 同待我還有你的神 為了 metic惶更新的小組 會唸出來 tagged我 為了也承認別人 我持哲也有靠ain 아니고我 指示我行出来,不由得我。 罗马书七章十八节 因为你们纳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微义。 腓立比书二章三节 在这个说话里,第二个是在CR中, 我们随时重复说的就是,帮助我们心智正常。 就是帮我们思考,可不可以再正常一些。 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里面随时提醒我们的就是, 如果弟兄姊妹,一会儿我要去元朗, 我要坐地铁去元朗,请问我应该怎样上车? 去红磡,接着就在红磡里面转西铁,是吧? 假如说,不是啊,我一会儿要去元朗, 我决定坐车去观塘。 我一会儿坐车去观塘。 我奉耶稣的宣告,我坐车去观塘,可以去到元朗。 请问我能否去到元朗? 我大声跪在这里祈祷。 主要帮助我,坐车去观塘,可以去到元朗的。 请问我,可以吗?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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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很多时间,我们自己人心的想法就是, 我继续坚持做旧的事,但我期待有新的福气。 我继续过我旧的生活。 我就是这样的了,我每晚都是三点睡觉的了。 第二天早上我喜欢睡自然醒的,因为我是一个崇尚自然的人。 那你会说,我是这样。 然后你会说,耶稣基督请你继续在我崇尚自然的生活里来祝福我。 请展会,你明明你在坐着观塘的列车, 期望神带你去元朗。 我们很多时间都是带着旧的思想,旧的方法。 我觉得我改不了,又继续做自己的时候, 我期待神改变我。 做父母,教小孩,愚智。 做丈夫,太太,相处如此。 有时自己怎样面对自己的生活。 你如果看到有些事情,譬如你的公司,你的生活, 其实真的,公司里面所有人都是影响着你的。 弟兄姊妹,有时候我真的会跟你说, 为何不能转工? 不行的,转工我就维持不了现在的生活了。 是的,你就维持住,被人不断这样, 在一个罪恶的生活里面。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弟兄姊妹,有时真的要改变。 回到我家里,如果你说,我家里整天都是吵圈巴斐的。 那我就用它旧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就让他们更大声。 今晚回到去,如果说,主要我决定用我新的方法, 就是我回家,我不让他们更大声, 我更大声祷告而已。 我回去见到家里有什么事, 我就真的坐下来, 祈祷,我真的祈祷。 我告诉我太太听, 我告诉我身边的人听, 我呢,很想祈祷。 我邀请我的小朋友,邀请我的家人, 我开祷告祭坛。 我决定不说他们的, 再数他们有什么问题了。 有时我们聚在一起, 一家人很喜欢你数我,我数你, 一家人聚在一起, 我就祷告了。 我们一起读神的话,好吗? 我说,你以为你家里会不会改变? 做新事,你才会改变。 所以你慢慢做旧的事, 你再挑剔一些, 你不是挑回那些东西。 有时我见到有些顶姐妹们说, 孩子们现在越来越难教, 那么喜欢挑剔。 因为我们很挑剔, 所以训练到他们很挑剔。 所以顶姐妹, 决心要过一个新的生活的时候, 你要承认你自己所做的事, 真的帮不了你。 要离开旧的, 进入新的。 你才能够有一个新的改变。 所以顶姐妹, 我要再提, 特别中间有些新朋友, 你在信耶稣与未不信之间, 我告诉你, 你真的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你的生活的作息, 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你可能很难去小组, 我告诉你, 在我们教会里面, 小组是很重要。 因为你需要一班人, 小小的, 三个、四个, 跟你一起同行。 因为你在这里这么大, 你听完我说话, 其实, 你心里面有些什么? 老实说, 你不要以为牧师好, 我看见你, 我觉得个个人都很正常。 但其实, 哪个人正常呢? 最不正常的? 正散, 是吧? 但一近身, 就知道了, 对吗? 一近身, 我和强哥相处, 我会知道, 强哥, 你最近有什么问题。 强哥和我近身, 他就知道我有什么问题。 小组呢, 是一个给我们比试, 看到对方的问题, 又不是羞辱你的地方。 你有个问题, 我都走过, 或者我都在走, 或者我都在过程里面, 我需要你来提醒我, 你来帮助我。 其中一个我能够熬21日的做食, 其中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很好的人, 他提醒我, 帮助我。 他为我祈祷。 所以, 我想提醒的是, 你需要来小组的。 真的, 你要调整一下, 我们基本上是由星期一至五, 每晚都有小组的。 所以, 如果你说我需要, 你一个星期五日晚, 你都拨不了时间。 星期六, 我想办法帮你开, 不过你要告诉我, 好吗?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生命的改变。 否则的话, 我仍然都是, 继续在观塘列车, 你期望观塘列车的终点站到了元朗。 不可能。 好吗? 行不行, 两姐妹? 好, 我鼓励你, 这是下世差多。 就要继续 instructor留下地面的时间关系。 那由导师去教你思想家主要及解解待他们证。 好! 因为我对你们的主义 所以你们真是犯法 宝贵你们的国 因为你们的爱人 在乎你们的主义 以赵在乎你们的主义 明日你们的主义 则在乎你们的主义 刑敌 看下他们 做显示波上来 你们必在耶路伊纳 抗野前的谷口 遇见他们 犹大和耶路撒冷的 这至你们 不要争战 要摆震站着 看耶路说 为你们施行拯救 不要恐惧 也不要惊惶 明日当出去刑敌 因为耶路说 与你们同在 刚才我说了 我们要承认自己有问题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要转向 圣经里告诉我 第三件事 就是当时 若西伯他面对 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 神给他更大的挑战 说什么 明天打仗 OK的 我们中间 我们相信 我们全部香港人 要打 我们一定打得起的 但是你们看到这场仗是怎么打的 神说 好 明天 摆震站着 站在这里 不用动 丁展会 是这么说的 你们回去留心 圣经说 神吩咐他们 这场仗是我的仗 不是你的仗 所以请你站在这里 看就可以了 丁展会 很难的 你说 落手略就可以了 红姐 我只看见红姐 红姐是那些 我要做 我要做 我要有份 我要有份 但是叫你 停下来 不要做 丁展会 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的祈祷 生活 没有那么进步 其中一件事 我们不喜欢祈祷 对吗 不行的 我奇了两句 然后我 人生当然是 Pan A Pan B Pan C 丁展会 下一幅图画 我知道你最讨厌的 你手机 一上网 一做任何事 看到这个图画 你觉得如何 换机 不换机就换台 所以其实 我很想告诉你 其实我们里面的灵 是不喜欢等的 所以如果按着我们天然人的性格 即做 做不到 再做 再做不到 放弃 大神说 等候 要等候 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等候 很重要 这个等候 你要看 其实这个等候 不是后面没有东西的 再看下去好吗 等候 很多时候有些人就以为他这样站在那里 啊 大件事了 如果你的等候是这样 一起看看 接着他们做什么 如何回应这个等候好吗 好 预备一二三 是否认为他这样站在那里 他就会有些人就以为他这样站在那里 走在軍隊前,讚美也和話,當清謝也和話,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聖經說什麼?在這個等下什麼都不做? 約瑟法和他們一班人說什麼? 我們怎麼做?接著他們就設立了什麼? 設立了敬敗隊 叫敬敗隊走出來唱歌吧 為什麼要唱歌? 鄭師妹,我不知道你的靈修每一天會不會有些時間 你會去敬敗神,讚美神 又是操練 如果要你數,人生有什麼不好的事? 你如數加震,對吧? 人生有什麼要讚美神? 1,2,3,4,5,6,7,第八項開始不行了 我們都是這樣的 聖經教我們在很重要的圖畫裡看到 當時他們就停下來,在這個等候裡 敬敗上帝,讚美上帝 師妹,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的等候只是乾等 你的靈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進去 但當你等候神的時候 你每天在敬敗中 你就會發現完全不同 是因為當你敬敗的時候,你會看到誰? 你會看到神的屬性 你會看到主在這裡 你會看到主是一位怎樣的主? 想一想 如果你那天前一晚看新聞 你看見近版的新聞都令你很不開心 心裡就覺得帶著很多遺憾睡覺 但如果你不是 看完這個語言又是這樣 那個又不爭勝 好的又是這樣 不好的又是這樣 唉 然後你晚上睡覺之前 沒有了 牧師叫我敬敗 我們就按著你的手機 一按 聽到手 驅嚇暗 流著尾 神 重拾愛 齊心 好意真誠 直處 誇 聖 神姐妹 你的靈就會知道 對 我人生不是由貪門決定的 首歌詩歌叫什麼名字? 然後你炒 真的好 神助長為王 我告訴你 當你敬拜 你不是在唱一首歌 當你敬拜的時候 你是看到 你所信的神 是一位怎樣的神 你知道我們很容易忘記上帝是誰嗎? 每日生活很忙 所以你忘記 神很愛你 神在你眼裡 你是祂的掌上明珠 是不是? 那你就忘記了 然後你又覺得 今天你老闆不看你 然後又覺得 你祖長不明白你 或者做祖長 又覺得 祖長完全不回應你 回到家 又很想發脾氣的時候 又記得牧師說 敬拜 我又很努力 按著手機 裡面又播了 是否叫掌上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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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唱這首歌 忘記了 所以就忘記了自己的掌上明珠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的 所以 其實為什麼每一天 你一定要操練 因為 你每一天 你想想 我給你 我自己在靈修 起碼我回到半小時 真的在神面前 但我告訴你 我 雖然住得很近 樓上就是我家 但我每天 六點半、七點鐘 我就起床 因為我堅持自比自己 見所有人之前 我先期好肚 敬拜神 我如果不知道神是哪一個 我就沒有辦法好好共我生活 所以頂此 你每一天 你不能給半小時 十分鐘行不行? 十五分鐘行不行? 再不是 買個漂亮點的耳筒 當你上班的時候 試一下 將那段時間 成一個很珍貴的時間 你們敬拜神 不要再聽那些 流行曲 流行曲幫不了你 讓你更慘 需要我再唱爛泥給你聽嗎? 你們想不想我唱爛泥給你聽嗎? 他們不想 你們想不想? 對了 我就拒絕唱給你聽 因為唱了我又覺得我只是爛泥 但如果我能夠學會掌上明珠 就好了 所以頂姐妹 要擺好鎮勢的意思 是他們願意在等候的過程中花時間 你敬拜神 如果我真的不懂的話 頂姐妹 星期天有個崇拜 其實不是一個很必須的事 但如果你回來崇拜 我經常都覺得我鼓勵敬拜隊 回來不是唱很慘的歌 那些什麼 我突然忘記了那些很慘的歌 有什麼很慘的詩歌 對 很怕這些歌 其實我不禁止在教會中 崇拜的時候 當你走到無力 繼續下去 你就在這裡停下來 唱這些詩歌 你只記得這句 對不對? 頂姐妹 詩歌是好 但有些詩歌 只會令你更慘 對不對? 但是不是 我長大的時候唱什麼歌? 禁謝身 禍告 夢應運 禁謝身 玫瑰有志 一唱完之後 感謝神 什麼都可以感謝神 你明白嗎? 我們的靈其實需要這樣訓練自己 等姐妹 我們看出來 不好意思 聖經話 你讀這個聖經 我買一二三 然後 因此 他們又 祝你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动功 所以我很想鼓励弟兄姐妹 倘若你发觉我自己已经靠自己打了很多连仗 无论你信了耶稣或未信耶稣 我鼓励你今天专用神的方法 很想我时间关系很快地告诉你 不看了不看了 弟兄姐妹 整个月我有很多小提醒弟兄姐妹 你需要一个新的袋子,是因为神有新的酒 神要给你新的方法,神要给你新的意念 不过为了你要迎接神给你新的东西 你要一个新的袋子 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这一代不是很看圣经 不是很看,不是很祈祷 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很小的东西 在想一些很小的东西 一家和信,老公、老婆、儿子 是什么,经常都在想一些很小的事 弟兄姐妹,当你去过短孙 你发觉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大的需要 你就会发觉,主啊 给我有一个新的袋子 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大的需要 你才会燃起这份这么大的渴赏 所以弟兄姐妹,我祝福你 不单单看到,今天眼前那两只尊的需要 就像今天我昨晚去到接短孙女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觉得他们很不同 回来,每个人的样子都不同 一来整个对公很合一 我看到跟出发之前真的差很远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知道在那个地方,他们不合一 没有办法能够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字 我说祝福我们眼睛要看到主的心 眼睛要看到神想我们做的事 意思是我们不单单活在我们眼前小小的事 主的事才是最重要的事 主的事才挑战你 其实我真的需要一个新的披袋 好吗?我们一起唱一首歌 两姐妹,让我们静一静,好吗? 我不知道今天 当跟你一起分享的时候 主有没有一些东西 重复地跟你说 可以吗?我们用一个祈祷的心 要唱一首歌 我的心为神跳 我的心 要紧张神的事 以致 我才发觉我的生命需要改变 需要有更大的避翻转 耶稣 耶稣 我的心要为你跳 耶稣 我双手要替你祝我 耶稣 我一生要共你答前 愿望调丰富 如果 没有任何强 如果 那只黑有你两招 如果 那烂冰柱有你祝福 如果 那股骨再被你良言为世界 我向你高辅 我向你高辅 梦 是我梦 深深处被你带动 忽苦苦飘泊 也陪得有梦 从今开始放弃书识 以一生现奉 我想每个绝望被抱拥 别让我心冰冻 第一次 耶稣 我 我的心要为你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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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黑有你量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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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股骨再被你良言为世界 我向祢呼呼 梦是我梦 深深处被祢带动 弘虎跳绊 也会得有梦 从今开始放弃书识 而一山天奉 多想每个绝望被慕容 别让我心冰冻 梦是我梦 深深处被祢带动 祝世界绝望笑容 哪怕多痛 别让我心冰冻 我一起祈祷天父爸爸我们多谢你 因为很多时间当我们迎向挑战的时候 我一直说回来 祝世界绝望 我总准备的费赏